大新聞大爆掛陪你過新年 先祝大家虎年吉祥 虎年行大運 同時記得主瓶子瓶雙開 因為大過年的大家熱鬧熱鬧 就是有什麼都開起來 不管是用電視看 或是在平板 或者是在電腦 手機都非常的歡迎 你現在沒關係 一邊打麻將 一邊圍爐 都可以把大新聞大爆掛一起開著 我們來聊聊什麼 迎來了虎年 送走了驚心動魄的牛年 因為說到牛年 真的是發生不少的扯事 而這些扯事 還會不會繼續扯下去呢 我們今天就好好的來扯一扯吧 好 先為您介紹 哪些來賓跟我們扯呢 首先是時事評論員黃陽明 大家新年快樂 還有我們的東方華大學教授 施政風施老師 大家好 那當然說到牛年最扯 我們製作單位 整理了很多扯事 那一一列出來 那等會給大家來看 可是你覺得最扯的是什麼呢 我個人覺得是疫苗這件事情 你就會發現我們這個政府很好當 就當伸手牌 有沒有 就是全世界捐疫苗給我們 還有一些民間企業買疫苗給政府 那政府不是幫國庫省了不少 銀兩嗎 那麼同時在整個過程當中 當然應該印象很深吧 就是你會喜歡說 為什麼不買疫苗 為什麼還擋來擋的 什麼BNT是不是要護航高端 不過說護航高端這件事情 政府真的是無所不用其極 一度也讓高端的股票大漲 你同時呢 我不知道現在這個時候 高端是不是還剩一百多萬劑 是不是就放在那邊沒人打 那會不會已經過期了呢 我們先帶你來回顧牛年最扯的疫苗是 放著國際知名疫苗不要 蔡政府一口即簽約兩千萬劑 國產疫苗 在蔡政府五月十三號 親自宣布國產疫苗將開打後 高端股價連三天狂飆 最高漲到四百一十七元 二十八號市值更高達八百 二十五點九三億 以去年初高端股價約三十元計算 一年半股價狂漲十三倍 詭異的是向BNT嬌生等有八九成防護力的疫苗 我們不買 但高端連一支疫苗 都還沒做好 卻已經接了我們千萬訂單 股東在股市狂賺百億先投效 採開國際知名疫苗 從BNT到AZ疫苗 一路衝上三期試驗才拿到緊急授權 受試者從二點四萬到四點四萬人 反觀國產的高端疫苗 第一期試驗五十人不到 第二期三千七百人 連二期試驗都還沒完成 竟然拿到政府保證 採購的千萬門票 解盲都還沒有 急著去簽約 要買五百萬劑 台灣民眾八百一十七萬票 你看你選出什麼個黑心的政府 你要A前去A啦 三百億送你啦 可不可以 你要A就A嘛 三百億送你啦 我們不在乎 不追究啦 蔡英文直接立一個條款 風險時刻A前無罪 我都同意啦 你把疫苗給我進來啦 救命時刻搞什麼東西 老命好不好 我有炮轟疫苗可以不打股票 一定要買 沒解盲三期保證採購 難道沒人查嗎 還有人說台灣價值打進身體裡 股價賺飽飽 根本圖利兼炒股 趙朝康更狂嗆蔡政府是草菅 人命護高端 估計認證疫苗不買 要百姓打沒效力保證的國產疫苗 民進黨買疫苗暗藏的貓膩 恐怕大觀心裡最清楚 打得到底是什麼主意 只有林希倩李宜璇台北報導 對 施老師 這個炒疫苗這件事情 真的是炒了大半年 真的是一直在講 一直在講 那我本來都要放棄我BNT了 你知道 就沒有想到最後 終於我的第二劑 也在去年的十一月底打完了 所以可是這件事情真的是搞得 這個全國人民的壓力很大 所以我是覺得說 我們的政府慢半拍 不是慢半拍 將近一年 因為我也是 因為我們本來年齡沒有排到 因為我們不是中小學老師 又不是六十五歲 所以差不多慢了一年才打到BNT 那我也想說我們政府到底是不是恐龍 那種感覺 也就是說照說我們有很多種做法 就是說除了自己生產以外 代工 好多國家都可以代 泰國都可以代工 或者是就是買賣 或者是就是說人家會送 對不對 或者就是再一種就是交換 我們有護國神山 對不對 為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一直以為 因為以前我的一個專長是國際政治經濟 我發現那個美國的藥廠 喜歡那種島國 像臺灣 斯里蘭卡 波多里格 為什麼 為什麼 我認為是因為實驗組的問題 實驗組 就是說他們到他們美國 或歐美國家做之前 先做 找這種島國 就算今天有意外 也不會擴散 你講沒錯 我們是白老鼠就是了 但是我一直以為 我們是實驗組 但是因為沒有打 怎麼會是實驗組 所以我在想說 難道這次因為臺灣是要做對照組 你知道那最純的DNA 血液等等 到後來我發現 原來還是回到實驗組 你知道到最後我們看到高端 就有那種感覺 分一支那個疫苗病毒 注給你們玩 所以所以你會覺得說 其實剛才我跟羅志強 還是誰就是說 我們就送錢就好了 你就不要來囉嗦 送錢就沒有commission的問題 我怎麼這樣講 那我另外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小英 當然你知道 他有很多新的產業 四家級 對不對 但是其中一個生化師 沒錯 我們要找一個新的 但你沒有發現說 他從宇昌安到現在 他對生化 這就是這塊是還蠻喜歡 很執著 很執著 他還蠻喜歡的 所以我來講說 其實我不曉得 他咬他這味 拿我們的老百姓開玩笑 我坦白講是我們已經六十幾歲 倒也還好啦 那年輕人就是因為他沒有打的 對不對 就是工作了 就是沒辦法 對不對 他要看你證明 所以我就說 年輕人其實對小英還蠻nice 沒有犯錯 對 那那怎麼辦呢 今年老師怎麼預測 疫苗這件事情呢 今年會不會好過很多 然後還是會 不要說逼大家打高端 那高端那怎麼辦 因為現在應該庫存蠻多的吧 沒有 我是覺得說 要不是今天有郭董 慈濟等等 台積電出來的話 因為有郭董嘛 所以其他才會刺濟出來 因為不然政府太不好看了 我是覺得說 因為現在大家猜在等 可能打第三劑 也不知道能不能 所以我是覺得說 我在想第三劑夠不夠 因為算到我自己的時程 我要打第三劑的話 大概是二月底 我也差不多 就是那個時候 我也講說 到底 我是覺得說 為什麼我們政府都叫外國 我不太曉得 別人的生命都不是命的款 因為我們多多少少 因為我們都不是第二類的 但我們多多少少都有親戚往生 有些其實年紀比較大 因為他其實好好的 然後一個外籍看護以後 然後你知道 他們可能抗力 抵抗力比較好 就走了 然後家庭就好幾個 你知道難道 他們都沒有輝不輝嗎 我其實有點蠻難過的 那所以老師 你覺得那高端會怎麼樣 高端你不可能 當時訂了 訂了之後 他應該還是會有一些 所以我想說 因為他們 你看 我剛剛最近好像 他們買疫苗 好像是千億的 是不是 是幾千億 是不是還是怎麼樣 幾百億 我是忘了多少 總共多少 但是那些錢 你乾脆拿去 不好意思 第三世界國家 就做外援好了 人家要不要 我只能這樣講 不然做人情 也許他們也許需要吧 不然的話誰要打 對 誰要打 那那揚明怎麼看呢 就是高端這件事情 又還沒有全聚中 對不對 他還在持續 還在上映中 那我不知道 接下來會怎麼演 那另外也就是在今年來講 我們要擔心疫苗 夠不夠嗎 對 其實就很符合去年 就是牛年的風格 就政府是購買疫苗 是牛步 跟牛一樣 而且不是普通牛 今年虎虎生風 但不是普通的牛 是蝸牛 所以我一步一步 往 慢慢的往上爬 好不容易 這個郭董幫你大力的 幫你把這些小蝸牛 往前推了一大步 那當然其實大家看 有 至少臺灣 已經有上千萬人 是注射這個BNT的疫苗 是打這個所謂的 民間購買的疫苗 但是我們的執政黨 還很有這個GAS說 自購疫苗 已經超越了國際捐贈疫苗 他這個自購疫苗 是包括郭董這一千五百萬劑 所以有時候你不得不 不得不佩服執政黨 就是說民間的善心 的愛心 變成了執政黨的野心 這些民眾還得要感謝執政黨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牛年 我們既然已經有 有了這樣的一個經驗 理論上 理論上 虎年不要再重蹈虎側 不要再重蹈虎側 所以政府應該要超前 你樂觀嗎 政府都說要超前部署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去年有個新聞 郭台銘說要再買三千萬劑 那時候說不要 那時候是政府說不要 對 政府說 因為他說他已經買了一千萬 一千萬的什麼 莫德納次世代的 對對對 好 我們今年等著看 現在又要打第三劑 還有什麼第四劑的都出來了 那個四季福音戰士 有沒有 那個所以現在我們到底疫苗的 會不會今年又要拜託郭董 你知道郭董那個農曆年 才會發財金 郭董發財金 大家搶著藥 下面的留言 那時候就是大家都要他選總統 我們今年過完接下來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四又要選總統了 那郭董會不會再出手神救援呢 因為郭董他自然講了那三千萬 感覺起來好像已經鋪好路了 對 這個味道 就感覺廠商只要你政府願意 他就可以去接洽 對 所以可是當時 大家回去看一下 去年我們的政府是說不需要 說這個太多了 那今年如果疫情 我們真的不希望虎年還是繼續的疫情 這樣持續下去 實在是 實在會讓我們變成病老虎 我們不要病奄奄的老虎 我們要一隻虎虎生蜂的 這個雄蜂的老鼠 老虎 那郭董自己也是屬老虎的 所以我們希望今年來到 郭董的本命年 大家健健康康平平安 不要再打疫苗 最好是疫情就結束了 我們連一劑疫苗都不需要 好 那高端呢 高端這事怎麼解 我看就是資源回收啦 就是 就像剛剛施政鋒老師說的 如果你今天孝齊 他的孝齊最多就是到今年五六月 所以他要送邦交國也送不了 沒有人要啦 對啦 你還給人家製造困擾 如果你打了高端 可以到全世界各國 任你遨游 當然沒問題 但是那個也不用送出去 在臺灣就被搶光了 所以你看嘛 當時還有執政黨的立委 打了高端說沒辦法出國 說拜託那個高嘉瑜嘛 他拜託這個這個陳時中 是不是要為了這樣的事情 道歉一下 結果高嘉瑜被修理 如果不是後來高嘉瑜發生了 比較讓人意外的事情 他搞不好在執政黨內 是很難做人的 所以我說這整件事情 只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牛年的執政黨不會犯錯 如果犯錯都是你人民的錯 我的天啊 對 沒錯 因為有錯也不認 也不認錯 譬如說三加十一是不是缺口 一開始的時候 陳時中說要負責嘛 結果後來又說三加十一 不是缺口 一起來看 即時縮短 拘減天數剩三天 量全臺疫情大曝口 搞了半天這政策 竟然完全沒經過專家會議 我們專家會議 從來沒有討論過三加十一 三加十一是 只會身心自己的會議 整體我負最後的責任在 你要叫我一件一件的會議 一件一件東西會議 我實在沒辦法 哪個會議誰排版的 陳時中說他忘記 李秉穎不但很打臉指揮中心 重點是這三加十一政策 專家們根本不同意 三加十一 它是有潛在性的問題嘛 因為新冠病毒的潛伏期是十四天 那你如果是只有隔離三天的話 在第四天到第十四天 其實都有可能突然發病 三加十一釀華航大鋪口 連沒出國使和接觸使的獅子會成員 都感染同樣的病毒基因序 連萬華茶室和北農風暴 都全是一樣的英國變異株 換言之全臺大輪線 就是三加十一搞出來的問題 指揮中心根本就是一個謀財害命的中心 你們還有臉在繼續武漢肺炎下去嗎 通通立刻下台 尤其當初三加十一提案人 就是蔡英文愛將范雲 難道指揮中心是看范雲面子 還是看蔡英文的面子就決定 如今提案的范雲神隱 撐腰的小英也不見蹤影 陳時中就算要負責 也換不回七百多條的百姓生命 記者吳俊宇 曾經以臺北撐報導 好 我們看到呢 當然這是在去年五月份的 整個三加十一造成整個華航大破口 那其實最近春節專案七加七 其實也是讓人這種心慌慌嘛 那確實 老師怎麼看 就是說疫情到現在邁入第三年了 可是你會覺得就是說你好像都是在原點 你知道嗎 什麼東西又重新來一遍 什麼東西又重新經歷一遍 就是這樣 那指揮中心的超前部署 老早就拋足腦後了吧 我想說相對其他國家的人口 跟這個中獎的百分比 當然臺灣是應該是比較低啦 因為畢竟我衛生 其實還算做得不錯 老百姓戴口罩跟西方也不太一樣 因為西方人戴口罩就是有病嘛 有病你就不應該出去會被罵死了 ok 所以我們也算是臺灣老百姓 好冠牌照 基本上是這樣子 這是第一個 但是大家有印象嗎 在去年那個時候 桃園人是過街老鼠 我們家就有親戚就是 就是 桃園人是 萬華人也是 沒有 他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萬華還沒有的時候 他們就講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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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他就講說 我們家親戚會說 阿伯 我給他搬來你們吃好不好 因為他們在做生意嘛 所以會四處全臺灣在送貨跟什麼 他說人家會怕說你不要來 你不要來 那種感覺 所以像我自己去年過年沒回去 最近我爸爸問說要不要回去 他說不要啦 因為你不知道 你知道你不知道怎麼樣 而且他們年紀都算八十歲 像我岳母都八十歲了 我就想說萬一怎麼樣 其實都是不好的啦 那回頭再講說那個破口這個部分 那當然我們知道好像鄭文贊 很偉口的一樣 好像就是說他在顧問 什麼事情都他那個對不對 但是說你把所有責任丟給萬華人 好像那個原罪也是不對 我想說那不是破口是什麼 那是破門嗎 難道我們萬華的那個COVID-19 是搭無人機來的嗎 是老共或是誰故意的嗎 我是覺得你知道是其實太委屈 對萬華人 而且另外還有一個就講說 那那陣子我記得不曉得 是哪一個市長 是黃偉哲還說 我怎麼在背你雙白坐牙 你知道嗎 對對對 坐牢 講那個事情 太沒有人性了好嗎 難道是我們是很糟糕 我們衛生不好嗎 還有議員 議員也有講 我忘了講他們 講那種事情其實是 那整個臺灣就是一個生命共同體 對不對 只不過我也有時候在講就是說 像 像他們有做決策對不對 三家實驗是怎麼樣嘛 對不對 那那個決策沒有人負責 到底是立委負責呢 還是市長負責呢 還是陳時中央負責 總是要有人負責嘛 所以我只是看到說 他那些人負責責責的那種感覺 所以你就不能對他怎麼樣 我只能 就是一個有權無責 所以我有時候會講說 陳時中好像是戒嚴司令一樣 你知道嗎 犯了錯也沒有問題 然後做錯的事情也沒有問題 然後也沒有看到什麼超前部署 萬無搞曬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其實就是 其實也是 是我這樣問 今年選舉年 年底要選 會對他們構成壓力嗎 某種承諾壓力 就是你還是得在乎一下 你講沒錯 其實整年來 或者是我們這樣說 其實九合一到八一七 其實民進黨政績是不好 整體來講 但是為什麼他可以八一七 其實是抗衝寶臺 而且我跟你講 你看最近是三連勝 對 公投補選 所以你看這次也是這樣 所以你也想說明年的九合一 他就是說我都別聽到就好了 對不對 你沒聽到 這個電影派的就像感覺一樣 跟你剷除 所以能怎麼樣呢 所以我也講說 但是為什麼有那麼多的老百姓 相信他這個芒果乾這一套呢 難怪過 甚至不會有很多人翁星 所以我也對老百姓 不是很理解 為什麼他們寧願 好像他們實際上就創作 沒有符號還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對 我也不能夠理解 明明做得這麼不好 那疫情搞得烏煙瘴氣的 然後疫苗 我們也前面講到嘛 你知道大家差點都沒得打 那可是感覺起來好像對他們無傷 一直覺得有傷 但事實上沒有啊 那尤其年底又要選舉了 現在感覺有點綠色執政天下無敵 是不是 所以他疫情這一塊 他搞不好又怎麼樣 我們當然希望疫情不要怎麼樣 因為傷害的是老百姓 對於政治人物來說 其實你像這個三加十一 其實三扯 第一扯是這個立委 范雲去協調 對 這個當初 當初是我寫 把這個錄音檔 把他寫出來 讓大家知道說 原來有立委去施壓 因為本來他還死不承認 對對對 然後後來那個錄音出來 他才就躲起來了 就躲起來了 那第二扯是衛福部的次長 說破口在萬華 對 奇怪 三加十一怎麼破口 會把萬華呢 三加十一是所謂的路徑的檢疫 萬華沒有機場 沒有港口 那怎麼怎麼個路徑 會跑到萬華呢 就像剛剛施老師說 難道是一個黑洞 有病毒就從萬華生出來嗎 所以一定是有人感染的 才到了社區 好 這是第二扯 第三扯就是剛剛畫面 有看到陳時中部長說 我會負全責 然後說沒有 沒有這個任何的會議記錄 然後立法院要求表決 要公開這個相關的決策過程 結果執政黨去否決 所以到底是誰 在掩蓋這整個過程 那就是因為出事了 對 去年從五月中的 到一直到七月底 這一段的三級警戒 真的是讓很多的老百姓 不想要再發生一次 三級的警戒 我們真的都不希望看到疫情 再一次的擴散 因為老實說 你八百多人的這個往生 其實已經很不幸了 但是呢 更重要的是對經濟的傷害 我去年好多朋友 他們尤其開餐飲店撐不住 真的不想要再看到 他們只要看到那個疫情 稍微有一點 比如說一月份 有這個十幾例的時候 單日十幾例 他們全部都很緊張 升溫就開始受不了 很怕又是禁止內用 餐飲業真的經不住再一次 好不容易熬過來 所以我們在這邊 過年要說好話 要說吉祥話 我們希望這個大家經濟 Holy up 全部經濟往上起飛 疫情Holy down down到底 就是不要再繼續發生了 我們疫情到此為止是最好的 那政府要記取去年三加十一的教訓 對 重點就在這邊 我要繼續問的 就是說在過年前的這一波 就是淘機的群聚事件 那也是這樣擴大 那擴大之後呢 這個指揮中心 也不是有到現場嗎 什麼護理臺灣隊進駐 然後就是 王必勝 對 王必勝 必勝客來了 然後結果就是 挑出兩百多項的書師 可是陳時中還一副說 這都是非常微小的書師 我要說是這種態度 那當時很多人就說 已經疫情兩年多了 那你淘機 你淘機很多的防疫做法 其實很不專業 那可是你還是一副粉飾太平的樣子 那你說這樣子 下次萬一要再有什麼 你要破也是 也是剛好而已啊 其實我相信在第一線 已經持續了兩年的一個防疫的過程 在第一線人員會疲勞 會疲勞 所以政府要提供的 我就裝成 反正得過且過 沒事就沒事 感覺是這樣 這才是最危險的態度 因為我們疫情 除非 我們運氣可以一直都這麼好嗎 對 就是除非我們這個政府已經決定 我們要跟病毒共存 如果我們還是這個清零的這個政策 沒有改變的話 我們必須要看到病毒 除惡物禁 就是武松打虎這種精神 我們就要把這個這個壞東西 壞的病毒 趕出我們的社區 這是我們現在的策略 那所以當今天政府沒有辦法去給 第一線人力資源的時候 第一線就會做這些 就是這邊沒關係啦 那個行李盤 我們就是稍微這個消毒一下 就沒事了啦 那個廁所 我們清潔 就交給這個外包的清潔 差不多就好了 對 如果大家都用這樣的心情態度 那就這個防疫一定會有破口 就不會完全沒有辦法 像他們講的什麼超前部署 什麼什麼什麼 最後 往往最後回到 就是校正回歸 然後你就看到病例數 一個一個往上升 對 我覺得也要講到一個重點 施老師 還是今年 今年我們還要繼續這個政策 要不要微調 就是還要繼續追求清零嗎 我意思說在國外 都幾乎歐美很多就是在追求 是群體免疫了 就全體免疫 那就是跟這個病毒和平共處 如果他的持續在弱化 就是說他傳染力很強 但是不會重症致死 那是不是乾脆也沒有 追求清零也沒有什麼意義了 所以我想說應該是三大部分 我們先講後端的這個部分 就是說疫苗這個部分 我們要想辦法提高這個到百分比 你看一頭人家已經在打第二劑的時候 我們還講我們一劑有多少 都了不起那個樣子 這是漁民政策 我們明明就是有錢 這裡面有什麼鬼 我不知道 這個部分其實應該要比 但是因為現在是全面執政 那立委都在護航 所以這裡有點比較悲哀 然後在野黨又比較弱 我坦白講 那第二個再回頭講說 其實就是這個入口 這個國門這個部分 你看我有一陣子 我去友台 那個時候我們都還沒有打 他們規定說 你如果打第二劑就不用 不然的話 我每一次上上電視的時候 就快篩 快篩到我打完兩劑以後才不用 那為什麼我們很多 那些其他國家來 明明他們就是你知道 可能外境 境外會進來 為什麼就是戲就是不要快篩 然後又好像是 尤其是美國回來最大鐘 對不對 你怕什麼呢 然後這個是生命的問題 他有什麼你知道 保護老百姓生命 就是應該 他拖了兩年 大家喊破紅樓喊了兩年 他就是不入境普篩 那現在是才針對長城的 所以說我也覺得這美國人 是很愛面子是不是 怎麼會放在進去以後 表示說他們衛生不好 還是怎麼樣 那第二 第三個 就中間我們剛才陽明 在講這部分 或者是主任講 我們做事情有點形勢主義 你瞇瞇瞇瞇 OK 只要不出事就好 出了事以後 就不知道會黃河絕體 一樣 這是我覺得我們心態上 你知道其實我們大部分 老百姓應該都還蠻小心的 我是覺得 其實有時候我去某些地方 也就是你知道 就是用手機 就是弄不進去 然後司機大哥 我說怎麼辦 因為又不像我們進來 也可以用簽了 其實他說 他說他還是不太希望我們有 你知道嗎 萬一出了是千年以後 他可能兩個禮拜或多久不能工作 你知道 所以就是說保備不要出事就好了 我覺得這是德國且過 可是臺灣人 因為口罩戴緊緊 那政府也一直說要戴口罩 不戴口罩的話 所以在去年發生了很多 比如說在超商的悲劇 就是店員勸導這個顧客戴口罩 結果不是被蛙眼 就是被活活刺死 一起來看 超商店員驚悚被捅 他負傷多刀 遇嫌犯到店外談判 身上的血淹路直流 但胸脅沒在管 下一秒突然狂追上去 兩人一路扭打店內趁胸到店外 釀成店員 失血倒地 警方到場 趕緊叫救護車 這時看人胸脅 還想逃遭遠景制服 救護人員火速將鮮血淋漓的店員送上車 CPR的手一刻不敢停 與時間搶命 但最終人搶不回這條無辜性命 死者老父親強韌傷痛 怎麼也想不到最乖的兒子 依系永別 竟只是因為勸導別人戴口罩 凌晨四點四十九分 踩行店員看見江信嫌犯 沒戴照好心提醒 嫌犯卻因為店員一句 不戴口罩 不結帳 信信然離去 幾分鐘後 他戴上口罩返回賣東西 離去前拿口罩怒丟店員泄憤 五點多 他第三次返回 竟直接逃出歷刃狂痛店員致死 會遇到蠻多酒醉的男子 然後沒有戴口罩的狀況 禁駐超商 然後也會自己害怕 就沒有上大業 附近之安亮紅燈 早讓大業店員人心惶惶 十八的龜山光崩路這間超商 拉起封鎖線 裡裡外外漫步斑斑血跡 店員忙著清洗 但只因為口罩就把人捅死 凶嫌的罪 恐怕不像地上的血隨便能洗清 江欣雄賢被帶回警局一度腿軟跪跌樓梯 他被警方查出竟是知名紙雕藝術家 只是繼屏東超商挖眼 及台中超商夜班店員造物之後 龜山者勸兆遭童死 已經是近期第三起超商嚴重暴力事件 超商店員不畏艱辛上班 誰又能想得到賣命工作 最後真的賣了命 記者劉志展 陳正茂 黃韻蘭 桃園採訪報導 就是因為出了太多的事情 連這個命都沒了 所以後來好像指揮中心 也不強制這個超商店員說要勸導 對 戴口罩 對 所以其實當時我們看到這些一連串 一連串 真的是一連串 他不是單一一個案子 他從屏東的蛙眼案 到這個臺中 到臺北其實都有 那後來到最後桃園 是鬧出人命 其實屏東蛙眼案裡面 你看到當時我印象非常深刻 當時總統的IG 在宣傳這個我的IG 即將要九十萬人了 對對對對 有沒有人要問問題 我的天啊 就是我很難想像 當這個發生一個這麼重大的 社會矚目的案件 而且那個畫面 因為那是當時那個超商的畫面 那個人是衝到那個櫃臺裡面 去對著這位超商的女店員 是用暴力 那時候我看的真的是非常不捨 相信很多的朋友都還記得那一刻 那當時發生什麼事情呢 當時我們想要捐款去幫助這位 這個被蛙眼的這個女店員還有他的家屬 結果屏東縣政府說什麼 屏東縣政府說這違反這個券募條例 政府不能幫他們募款 結果你知道最後是他這個哥哥 因為有個媒體同業 把他的這個去問了一下他們家狀況 他們家狀況真的不好 所以幫他公開了他的這個個人的私人的帳戶 屏東縣政府打死都不願意幫他募款 那個都完全不願意 我們那時候找了很多縣市政府 都有那種急難救助金 有啊 照理說有啊 對 都可以幫他 比如說哪一個指定用途 就可以幫忙捐的 可是屏東縣政府說語法不符 對 他們堅持不要 好 結果呢 高雄酒駕十二月的時候發生那個酒駕四個 一家四口 對 發生這個這個被撞的這個事情的時候 高雄市政府成立了 不但成立專戶 也幫忙公開他們家屬的帳戶 所以是陳其邁打臉了潘孟安 民進黨自己的縣市首長都雙標 都不同的這個邏輯規定 我們臺灣 我們中華民國 一個國家到底有幾種規定 這才是讓我們最憤怒的 因為這些悲劇有 老實說 你說是有些兇手 他是心 心裡面可能有些疾病 或什麼樣的 他們可能一時什麼情緒失控等等 有很多種原因 這個交給司法處理 但我們這個社會 總統一直在講社會安全網 我們民眾希望能夠幫忙的時候 政府卻冷血的說不願意 這是他們自己的事情 這才是讓我們覺得最灰心 而且我覺得政府要幫忙很容易吧 所以我有點不太能夠理解 為什麼屏東縣府 他會一副就說沒辦法 我聽到的版本是這樣 那個超商的老闆 他是支持 就是不是支持縣長的 那一個 連這個也要看顏色 屬性 他認為那個影片 因為他其實 大家還記得 他是案發過後好幾天 這個影片才流到網路 透過爆料公社才曝光在網路上面 所以屏東縣政府一開始認為是在弄屏東縣政府 所以潘孟安到了案發第十天 網友已經罵翻了 他才到醫院去看 那當然他的說法是說 他之前去會打擾他 你看一樣嘛 陳其邁那個酒駕的 那個事件的時候 你看多麼快速就到醫院去 又打臉了潘孟安 所以我說我們以前認識的潘孟安縣長 其實是一個很 某種叫正直 或是說很有人情味的 這次完全看不到 我覺得我們後來是問了一下 他說其實是因為 他們認為有政治操作 就算是政治操作 你都要 這是你的縣民 你的老百姓發生的這樣事情 你都要用所謂父母官 縣市縣市首要是父母官 就算你今天你沒有要連任了 你都不應該用這樣的態度來去面對 這才是我去年非常的憤怒 在這個事情上面 所以我說這個事件 我們總結叫做狂牛發飆 不只是那些動手的人 連政府官員都發狂 我覺得很扯 如果說社會救助 也要看藍綠的話 這像話嗎 那大家也都在問說 你社會安全網什麼時候補 怎麼都沒有補 我也記得在桃園 這個超商店員被刺死之後 大家也在等小英 總統的回應 但他也是拖 拖 拖了 拖了幾天 還是什麼的 都沒有發文 那後來呢 我印象很深刻 他是把這件事情 然後跟臺中 臺中不是那個馬薩拉蒂 那個也是就是 對對對 他把這些弄在一起 一起講的 我是覺得太 就你從裡面都看得出太多的 那一些政治在裡頭 對 這沒錯嘛 像我們那時候郭董買對不對 然後臺季電跟磁寄出來 有點在沖淡那個效應 那種感覺 那沖淡效應的時候 就有一點點就是說 他不用負責任 你知道 行李如意 那種感覺 我也想說 這裡有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說 我們既然有那樣的規定 如何執行 那在 我在美國念書 你會發現說公車司機 他有很大的權限 你在車子裡面 沒有照規定 他就是不是就是停下來 就不是帶到派出所去 大概就是這兩件事情 那我們前陣 不是好像有一個公車司機 好像也是要求戴口罩 是被打的 對不對 那我覺得這個便利店 在做這個所謂的實名制 其實算是蠻積極的 有些地方其實是孕婦孕婦的 我前陣子去一個賣場 我給他們看 他們覺得說這要幹嘛 他說 意思說 你怎麼那麼乖 大家都已經不遵守了 你是臺北來的 大概比較乖一點 大家又會比較緊張 對 又緊張 所以說那這個時候 人家人家 人家的便利店 就是照這樣規定來 對不對 我覺得大部分都好 是不是因為景氣不好 一堆人就忽然比較遭遇 做什麼的 我就不知道 但是出了事以後 你會覺得那些官員 就有點奇怪 他好像說 你想假不一樣 如果那樣我們的規定 不是參考用嗎 你看他們那時候 不是建議說 是不是說夜班要加人手 他們完全不知道 你知道通常夜班 都是那種做PT的 就是兼職 那個工資比較少 而且他們做PT的 晚上還有一個 就是他們過的時間 要處理掉 然後要去清點 然後還有隨身帶辣椒水 其實你知道他們其實工作是相當的忙的 晚間的時候 然後你知道 而且還有一些就是說 譬如說如果今天是加盟店 通常是服務兩個 輪流在做這個夜班的 完全是不食人間煙火 你知道我們臺灣有多少的便利店 多少人是靠著那個在生活 我就想說這個政府 完全沒有把老百姓的艱苦 看著太冷了 對 那時候被罵翻天了 就是不食人間煙火 所以我剛剛提到的 徐國勇不是鬧了一堆笑話嗎 還叫這個超商員工說 要隨身帶辣椒水 沒有 後來連一般的駕駛 不能帶球棒 你也要用辣椒水 所以去年賣的最好的是辣椒水 各位過年 大家辣椒水不要亂用 那個辣椒是辣椒 辣椒水是辣椒水 不能亂噴 所以這個你讓人覺得就是說這些官員 你都不知道他們的邏輯 他們活在一個完美的 美好的平行時空裡面 而我們的老百姓在基層 過得很辛苦的時候 他們都會想像一些天馬行空的做法 所以辣椒水 就是一個經典的案例 真的是經典 你叫超商店員配個辣椒水 所以呢 如果如果今天有一個 真的有民眾 他也只是 我就是不帶怎麼樣 然後你就你怕嘛 你就先噴了 結果我告訴你 他也沒有對你動手 你可能還要被告 對 還要去吃官司 然後可能還要賠錢 所以這些都是不符合 就是說一般基層民眾需求的解方 你政府應該要幫人民解決問題 不是在製造更多的問題 所以有時候我都覺得 現在臺灣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要自立救濟 民眾就要靠自己 如果我要防身 其實老實說那些車上會放球棒的也是要自立救濟 所以這一些最後 我跟你講要保護自己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我們在過年的時候趁著現在沒有工作 有空看看中天頻道我們教你怎麼這個自立救濟保護自己 你比如說如果你到超商 你看到有人沒有戴口罩我跟你講都不要不要去指責他 你自己戴好就好了 你自己戴緊一點 自己戴緊 然後電源現在也不會去提醒 所以大家戴好最重要 自己先把自己先管 自己的健康管理好 但是如果他真的那麼惡劣還出手怎麼樣呢 再趕快報警 就是趕快請警方來公權力來處理 我們不要輕易介入為什麼 到時候如果你動了手傷了他 他還告你 明則保身 真的會很倒楣 所以我說你最後這樣的 這樣的一個惡性循環 會讓臺灣變成一個沒有人情味 完全沒有辦法跟就是說民眾跟官方 沒有辦法有彼此有互信的一個社會 那最後受傷的還是人民 對 所以老師 那社會安全網這件事情 我們也就不跟政府要了 是不是 反正我們也沒 沒折 只能靠自己 沒有 先講就是說 其實小英 他基本上很多東西 在他選舉的政見等等 是選舉用的 很漂亮 都有 是選舉用 參考用的 參考用 食言而回 我是有經驗 不過我其實剛才有點很感慨 就是說因為我三十年回來的時候 你知道臺灣的社會跟美國不太一樣 他們那種社會 公民社會 其實大家都很積極 健意勇為 那時候我老爸跟我講說 你帶臺北交書嘛 他說萬一碰到車禍 不要碰 因為你知道我們應該健意勇為 他說因為他們碰過的經驗 就是說他們出了事以後 以後他們會說 因為應該有問題 那走法院幹什麼 照拍的時候很麻煩 那我覺得我們那些超商的年輕人 我覺得其實還蠻認真的 你知道嗎 我覺得我們社會是有進步的 結果這一次來了以後 整個好像大家變成一個 大家都怕的 變成大家都各掃門間屑 我是覺得還蠻難過的